好来看到道路怎么会变成波浪 有民众经过彰化鹿港镇的海域路时 没有想到笔直的路面变成了波浪状 民众的行程安全让人很担心 原来是自来水公司在进行管线态换工程时 刨除路面之后重新铺设所导致 民众车子开过去一会上一会下 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就像是坐船一样 新铺设的波油路怎么会变成了海波浪 民众一度还以为是自己眼花看错 笔直的路面像是波浪一样 开车经过还好 机车骑士感受更是明显 一不小心很有可能就会摔车 这里是彰化鹿港的海域路 现在变成了海浪路 就连一旁新画社的白色标线 也跟着在跳波浪舞 原来日前自来水公司 在进行管线态换工程时 重新将路面铺设后 没有想到就变成了这样 自来水公司强调 是按照原本的路面重新铺设 但波浪路已经严重影响到民众的行车安全 县府强调将会再找自来水公司进行现场会刊 也会尽速地改善路面不平的情况 以免发生危险 街道贸 战化报道